明星代言和明星带货真的没有区别吗 大家好 我是阿珍 今天还好吗 7月15日 之前说了一下我对明星带货的看法 讨论很激烈 流量很大 又让我蹭到了 但是有朋友就 我看有不同意见就说 明星代言和明星带货有什么区别 不都是做广告吗 能做广告为什么不能带货 你们这不是道德绑架吗 其实这个话真不是这么说 明星做代言做广告和明星带货 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件事情 明星代言是受广告法约束的 我国现在是有明文规定的广告法 而且广告法在几经调整之后 现在对明星代言的约束力已经非常强了 现在对于广告代言人所承担的法律责任问题 已经有明确的相关法律规定 关系到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 或者服务的虚假广告 造成消费者损害的 其广告经营者 广告发布者 广告代言人应当与广告主承担连带责任 所以就说 如果你的产品出问题了 造成了消费者的人身伤害或者是损害 广告的发布者和广告的代言人 是都有同样的责任 然后广告法还规定了 在钱款规定以外的商品 或者服务的虚假广告 造成消费者损害的 其广告经营者 广告发布者 广告代言人 明知或者应知广告虚假 仍设计制作代理 发布或者推荐 证明的应当与广告主承担连带责任 也就是说 支甲售甲 支甲卖甲 这些都是要负责任的 根据此条规定 我们可以看出 广告代言人代言的商品或者服务 如果与消费者的生命健康相关 只要造成了消费者损害 其代言人就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但是如果是其他的商品或者服务 造成消费者损害的 代言人则需要在明知或者应知该广告 是虚假的情况下 依旧代言的 才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其实这两年已经有很多的明星 因为广告代言被告上了 被告席 也有败诉的 所以这是有法可疑的 但是你的明星代货和广告代言 是有明显的区别的 明星代货虽然也有相关的规定来约束 但是它远远不如广告法 对于明星代言的约束来严格 其实在我国2021年5月开始实施的 网络直播销售管理办法 事情规定里面 其实直播间的运营者 直播间营销人员和发布直播内容 构成商业广告的应当履行 广告发布者 广告经营者 或者广告代言人的责任和义务 其实按这个规定来说 我们是可以认定明星的带货行为 是需要承担责任义务 与广告代言人并无差别 直播带货也属于代言人身份 但是现实是 现在直播间和明星的合作方式 多种多样 明星们也用了各种各样的方式 规避掉了自己的责任 所以你在所谓的现实之中 你是很难把明星带货和产品质量 直接对等起来的 所以明星带货 理论上我就跟你介绍一下货 我跟这个货本身并没有什么关系 所有的售后的这些问题 都是你跟厂家 你跟直播间的 所以这里头就容易产生各种各样的纠纷 但是广告代言不一样 你如果是明星广告代言 这产品出了问题 他作为代言人来说 他也要是负相关的责任 所以就说 虽然我们现在有一定的条例规定 直播间的代言 也可以视同于广告代言人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 你很难认定 我看了这个律师的说法 就说在司法实务中 一般不将直接带货明星认定为销售者身份 因此如果消费者购买的商品出现了问题 不能直接向明星索赔 所以大家就是在网络购物的时候 你一定要理性选择 千万不要因为明星效应而盲目消费 还是应当尽量选择 有口碑有质量保证的商品 这是律师的观点 就是在司法实践中 你是很难认定明星跟他带货的产品 有直接的关系的 所以真有了事他不管你 包括售后的事他都不会管你 就不要说你人身遭到什么伤害了 所以明星代言和明星带货 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随着我们广告法的完善 现在明星代言已经受到了很多的约束 他不能随便胡来 有规定了哪些产品不能代言的 现在对明星已经有很多约束了 不像以前那种所谓的代言 在代言期内 他连产品都不碰 这不可能出现 但是在明星直播间里头 大量的产品是明星本身 自己根本就不会用到的产品 他怎么给你保证质量 像在直播带货里的9块9那东西 你觉得他用吗 他可能能给你保证质量 真出了问题 他给你负责吗 他不负任何责任 所以为什么说明星代言和明星带货 完全是两回事 你不能说跟代言都一样 能代言为什么不能带货 完全两回事 现在明星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 在直播带货中 是把自己撇得很干净的 我就是来给你介绍一下 我也不是代言人 我也不负法律责任 你如果冲着明星光环去买了这个产品 最后真有问题 你还真找不到他身上 他没有任何法律责任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明星就来挣这个快钱 又简单又省事 还不用负责任 所以这就是明星代言和明星代货 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现在在作为明星代言人期间 他如果说是不用这个货 或者是这个货出了什么问题 他都是要负责任的 而且就即使在代言之后 这个事情被翻出来了 后面有什么问题 他还可能这个明星还是可能有要负相应的法律责任 但是直播带货可就完全不一样了 直播带货现在只有这么一个所谓的这个 事情条例在管 在管理 他里面是有漏洞的 而且他也不是法律 最多最多是违规 他也不是违法 但是明星代言是有广告法约束的 是有可能违法的 我不知道这么说 说清楚了没有 这是有本质区别的 大家不要搞混了 好 谢谢大家 点赞评论加关注